非常硬核 挺难拍 力量的力量 刺激 诚意的制作 瞄准首先它比较独特的就是它的这个选题 以举击手来作为电视剧的主人公 水火暗杀组是最专业的城市狙击手 它还是一个快节奏强行叠动狙击手对战一个戏 这两大狙击手之间自尊之底曾经是生死到大 这种对抗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对抗 难道剥夺别人的生命 就是你生命全部的命运 这个剧本最多的时候同时四五条线 每一个情节的联动都压了好多层 走 焦点在这呢现在 走玻璃场 先过来 过来后 这块直面的这个子弹庞 每一集都像一个电影 它本来是要冲过来 刚棒棒棒棒棒 疯情就这样 放晕上了 一看 马上一回头 确定没事 下车 直接就去 顺势就把��百导演 五百导演 我觉得他抓题材 洞察力是很强的 留大圈 剧本上的这个难度 把它转换成影像使得这个难度 尤其是狙击 最大的一点就是没有一个场景 极地能满足这个剧本 我们在自补系 新制的场景就有579个场景 而且我们租了16个摄影 面积达到了3万5千多平米 应该说它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良心之作 500导演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聪明 对剧组把功能力很强的角落 他提他的 我们替我们各个部门贴各自自己的 希望不要到现场去 现要去 就想想我这个 我想要跟你提前想好 跟导演一起合作 完全相对他 我才是你整个所有的情绪 就大家知道你跟摄影部可能是有关系 我觉得导演是一个提前会做很多功课的人 看着吧 看完之后 摄影就过来了 摄影就跟我讲句挺有默契的 我觉得 在柏哥选了陈鹤做吃铁拳的时候 有一瞬间我是跳的 我说这个他很大胆 你要去颠覆观众以往的观感 每次就是设计一场伏击 我们三个组织坐在一起开会 我去画表画图 会拿纸牌 然后每一个纸牌都写上他们的名字 把这个图画出来 标好位置 那个那边车从那边来 他那边从那边来 然后他给撞车 站连往这边一看 那个车就真是停在了 如果这车从真过来呢 这种 他要求你实际上的地理位置太具体了 这个车在这条道上跑的时候 这个车是在哪个胡同的哪个间隙上看见的 之后他又往哪边走的时候 又把这个信号透过哪儿 又传递到非常高钟楼上的一个暗杀的一个表 当时选择跟500合作 我觉得也是一个创新 我们的这个创作团队 大量的是8090后 是年轻的团队 真的非常深刻地感受到 这个团队的敬业成果 因为我们这个作品呢 希望能够让年轻的观众通过这个故事 体会到我们所传达的信仰的力量 这样的精神内核 就是通过它的转变 它明白了像共产党为人民服务 当明星者得天下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基本上是 你只能 就必须靠信仰来支撑 一个一盒举机的故事 讲述了一个信仰的力量 也是能够让观众看到一个 新的国剧的一个表现方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